8月8日国内软件开发者和律师团队正式举报苹果公司 这是苹果在国内首次遭遇反垄断举报 此次争论的焦点在于 苹果公司在中国市场是否具有垄断地位 苹果公司是否滥用了这种垄断地位 比如不公正的下架APP 对应用内收费收取高比例提成 不宜需使用第三方支付购买APP 苹果此前已在多国遭遇监管问题 中国作为其最大应用市场 开发者们的以卵基石能否奏效 我认为这个成立不了 区别对待是应该的 苹果应该遵守每个所在国的 不同法律区域的本地的法律 都一样对待 没把中国法律规定了 收费过高是觉得不成立的 要知道它是不是占有市场垄断地位 是不是市场支配地位 苹果应用商店在中国市场的份额 明显没有安卓系统的应用商店的高 苹果系统是封闭系统 所以安卓系统的应用程度更多 你要说市场支配地位 那得在同一个市场相比较 苹果在中国没有成立任何一家公司 来运营管理应用市场 它使用的语言是英文 管理团队在美国 中国的开发者和消费者就有很多的不便 国务院出台的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 对于经营性的互联网信息 是设置了行政许可 任何主体从事这样的信息服务 它必须办理ICP证 而苹果公司从08年到现在为止 没有办这个证 所以说在这个领域里头 我们可以说它是无证经营 它和竞争者进行竞争的时候 它也处于一个不受监管的 一种超然的地位 这其实也是另外一种不公平的表现 苹果的App Store的市场 它本身就是一个独立的相关市场 从消费者的角度上来看 可能说我的选择有安卓手机和苹果手机 但是对于开发者来说 它没有这个选择 苹果的市场非常稳定 并且它是一群付费能力都非常高 并且这个用户的忠诚度非常高的一批用户 它不容易有流失 开发者它不能够通过安卓市场的份额 来弥补它苹果市场份额的损失 如果有一款应用程序 在苹果的应用市场下架了 苹果的用户 会不会不再使用自己的苹果手机 而更换新买一台安卓的手机 就为了使用这个应用呢 我想